第一題喔 請開始第一題 他說呢 幼圖是一個 心銅電池的時間裝飾 好像這個圖 對不對 OK 好 然後呢 他說 心銅電池的正極是哪個板子 好 心銅 來 剛才不是在你背 你要背下來喔 反正請記一件事情好了 記住最重要的一句話 負極是誰 負極是誰 活性大的 記住這件事情就好了 先記 負極是活性大的 然後你所有的觀念 都從負極是活性大這件事情去做延伸 答案算出來了 好 不去不去我們試看看 來 正極是誰 因為既然負極是活性大對不對 活性小的呢 就是正極嘛 對不對 所以心銅裡面誰是正極 活性小是銅嘛 所以想去銅版 OK 然後負極呢 就是心版 會了齁 好 然後再來 然後飯店的時候呢 他就請問你實際上參與反應是誰 誒 剛才有寫到的嗎 是ZN 跟什麼 CEO 症才對 不要寫版 不要寫ZN 跟CEO 那是錯的 真正參加反應的是 心版跟這裡面的銅離子才對 如果看你自己記錯的話是 這個心版跟這個銅離子才做反應 真正做實驗是這個兩個 其他都是為了要讓它能夠持續下去的 好 然後呢 他說在放電的過程中 這裡的心離子怎樣 心離子會越來越多還越來越少 會增加 會增加 會越來越多會增加 然後以裡面的銅離子呢 會越來越少 好 那電子有的話呢 剛才講到的嘛 既然是負極 那所以它應該是電子能夠從負極到正極吧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從哪裡 心版到 導線再到銅版 所以應該學A 會啦 好 然後呢 岩橋裡面可以交通桶器 硝酸甲還有什麼 硫酸甲 也可以 氯化鈉呢 也可以 所以答案選誰 答案選C 會啦 OK 好